黎巴嫩位于地中海东岸 恶熟欧亚非战略要道 于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及郎 国土总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 比天津略小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历史上一直是各个帝国王朝扩张 征战途中的要塞 进入20世纪后 则夹在中东两大宿地的中间 难以独善其身 成为别人相互厮杀的战场 黎巴嫩是阿拉伯世界里 唯一一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存 分权共治的国家 这既是历史的遗产也埋下了一个伏笔 1943年 黎巴嫩刚独立时 基督教徒占60% 二战后十多年 黎巴嫩经历了和平发展的繁荣时期 鼎盛时期虽然不是中东首富 却因经济发达 社会多元开放 在阿拉伯世界独树一帜 1948年 以色列宣布建国第二天 七个阿拉伯国家联手向以色列宣战 结果惨败 巴勒斯坦100万难免出逃 其中40万涌入黎巴嫩 穆斯林人口骤增 使得社会矛盾明朗化 1964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 无力抵抗以色列 总部设在约旦 在策划一系列局势震惊事件之后 约旦国王决定与恐怖主义划清界限 无力驱逐巴结组织 其总部被迫搬到黎巴嫩南部 从此在那里暗影扎载 绚炼武装 继续袭击以色列 以色列报复的炮弹 也不断射向黎巴嫩 叙利亚是以色列宿敌 看到巴结在黎巴嫩南部安家 也开始进入黎巴嫩北部 最终黎巴嫩爆发了持续15年的内战 中东小巴黎变成了叙利亚和以色列 九万以色列大军 1982年开进黎巴嫩 决定当平巴结组织 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基地 第五次中东战争大乡 叙利亚和巴结遭遇灭定之灾 好不容易在美苏条件下才停战了 但战争期间 黎巴嫩南部 以色列占领地区 40万事业派穆斯林难民涌入了贝鲁特 在伊朗支持下 成立了珍珠党武装 目标很简单 就是从地球上抹去以色列 黎巴嫩虽然重建和复苏 慢慢有了起色 但以色列教势力占了上风 脆弱的和平 只是暂时遮掩了众多不安定因素 由于民族宗教的复杂特性和多年内战 黎巴嫩是世界上少有的 旅外乔义人口多于本国人口的国家 其中国外离义人口中 基督徒占大多数 世界各地的黎义人口约1500万 有不少名人属于黎巴嫩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安 的